在Quest 3S正式发售的同时,全新的Quest 2D应用版Instagram和Facebook也一并更新上架 其中Instagram的窗口界面采用了磨砂玻璃的效果 这个改进对比目前Quest系统菜单界面的UI风格堪称是改头画面 而这也正是大家公认的Meta最该抄袭Version Pro的地方 苹果在自家的各个产品上的毛玻璃效果都是极大成色 而安卓阵营这边,尤其是手机这块,考虑到设备型号和硬件规格差异之广 往往只有旗舰机型的深度定制系统才会想到去突出磨砂玻璃的运用 但对于未来MR头显来说,毛玻璃的UI形式几乎就是版本答案了 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新版的Instagram看一样 毛玻璃的核心在于玻璃,意味着能够透过玻璃看到背景 大家注意看,是不是能够透过Instagram的窗口模糊的看到我现实房间的布置 比如我现在这个背景是白墙嘛 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窗口界面它会透出来一点点白色 当我现在挪到窗帘这边,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个日光针 还有后面这个窗帘有点绿色嘛,它都能够映射出来 转到架子这边,你也可以看到上面放的这个白色的头显 和后面这个黑色的架子也可以很明显的分层出来 当然最直观的就是我把手直接伸到这个Instagram窗口的后面 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我的手在那里运动 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我们把透视亮度直接调到最低 这个磨砂玻璃的效果就会直接变成一个纯黑色的背景 那这一点也是比较好理解的吧 就是你亮度调到最低就相当于你的透视摄像头什么都看不到了 那它这个毛布里自然也不会映造出什么任何东西出来 同理我们现在切换到这个VR模式的虚拟空间 它的这个界面也会直接变成纯黑色 因为此时此刻它也无法读取任何透视摄像头给它的一些画面信息嘛 这时候反而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光标的细节啊 就是Meta给它做了一个小手电筒一样的感觉 悬浮在这个按钮上的时候就可以照亮一个小部分的区域 这样看上去就还蛮有质感的 最后值得吐槽一下的就是窗口目视时 它上面的这个菜单栏跟这个毛布里显得非常的不和谐啊 不过这个我们可以不用担心 根据Meta最新关于Horizon OS UI开发文档的描述 未来面板窗口的标题以及关闭最小化和进入剧场仕途的操作按钮 都会被合并到底部的药王控制栏中 当用户将光标悬停在紧靠面板底部中心边缘的下方时 这个控制栏就会出现 可以看看后续会在哪个版本系统里被更新出来 那现在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就是在MR这样一个虚实混合的画面里 像3D模型这种你是能够用观照贴图和材质 可以尽可能的做到真实 但是窗口界面你用其他任何的纯色背景终究是虚拟的 会跟现实环境有一种割裂 但现在这个毛玻璃能够在窗口上映出现实空间的背景 这就相当于做到了一种融合 Meta在这个Instagram其实就只叫了两个工程师就直接做出来了 这代表Meta这边根本不是没有人会做 而是他们之前的团队领导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 所以当苹果拿出Vision Pro展示出来之后 Meta很快就直接跟进了 而目前摆在课程面前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把这个毛玻璃效果直接应用到系统菜单上 就像国外网友给他做的这个概念图一样 更新的这个CNC的界面一笔 瞬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但是为什么这次Instagram有毛玻璃效果 Facebook却是另外的纯黑色背景呢 是不是因为毛玻璃忙吃性能呢 不过根据之前Quest3V69系统更新的代码里 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毛玻璃的相关制服 同时还有个名为TrueSite UI的东西 说明基于系统层级别的大改还是有点盼头的 希望这些对Meta来说只是个开始 只是可没有比改掉丑陋的UI这件事 更加耽误自己了 OK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而是陪着VR成熟 罗丁VR轴圈 若您也是对VR将会感兴趣 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 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 投币转发三连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宜家 袁 TL